POKEMON UNITE 你好呀 我是林白 好久没有录音了 都不知道会录生什么样子 POKEMON UNITE重新开放了全马力对战模式 这个模式里面有很多很强的角色 因为缩短的CP所以变得很强的角色 但是我却很少看见路卡利欧的增强权流派 现在全马力对战重开可以推荐给所有人 路卡利欧前期就是要去得分来叠加持有物的效果 但是前期我们遇到了九位 非常的急准 九位在全马力对战里面 因为他的技能一直在刷新 所以他并动敌人的次数也会大幅增加 所以我们这时候还是暂时不要先去得分 但是这里还是被三个人围攻 那我们守塔的话是一定会死的 所以我们就跑去得分 跑吃文就果 再跑 吃文入果 我们有增强权了可以再跑 那被动住 我们可以再跑 诶 等一下 我有增强权了 可以直接打他呀 增强权 普攻 增强权 普攻 普攻 距离算都不是很对 我们重新再来一次 增强权用来感受也是不错的 点一下就好了 不用蓄力 蓄力就慢了 需要点一下 哎呀来迟了 但是被我抓到聚会 增强权和普攻 增强权 收掉剑猫 久尾还在这里找机会弄他 诶 感谢塔宝 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一个落脱魔给打掉 再去攻他 这个时候我们是无敌的 所以没有关系 好 找到机会 增强权 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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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掉九尾 看到你 九尾他一丝机会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只要被我打中 他就完蛋了 这就是全马力对战 增强权流派最恐怖的地方 只需要一个技能 就可以打到对方 毫无还手之力 传弘权血就先开大 随手掉传弘 再收九尾全攻 全 攻 权 诶 你怎么跑了 鼓棒乱打 全 攻 权 攻 权 收 虽然他逃脱了一下 但是我有两个技能 两个技能都可以 诶 抛梦来的 大强要炸我 没关系 得分 左开 再来 全 攻 权 攻 权 攻 权 非常有场收掉抛梦 还收了一个小怪 再得分 诶 机会来了 后面还有一个阿博兽 直接开着大打一下 然后再全 攻 权 攻 权 全 全 这个流派非常机会 有人在后面输出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有先打眼距离攻击的 再打近距离攻击 诶 兔子 你在干嘛 干嘛可以他进塔啊 你不是在守着吗 好 我们直接过去收塔 收 猜我塔 谁让你猜的 直接收 诶 这个九尾非常害怕 看到我正增强旋律 他就直接跑 这时候我们不追击 因为闪电鸟出了 然后他没有出来 也就是说 可能要落到正路去打 闪电 诶 看到结尾了 直接正强旋 不把乱打 没有打中 没关系 再正强旋 收掉 看到参谋 再收掉 再去得分 鸟已经拿到了 直接灌一个50分 好 阿波苏里实现 找个机会 直接全攻全 全攻全 全攻 也就是有点乱 好 不要嚣张 找个机会 再来 全攻全 攻全 收掉 头九尾下来 直接开大 我们的水量很多 直接跑 哪里有水量啊 直接跑 快跑 那我们这里地上还有蟹球 为了防止对方来得分 我们先把蟹球减了 然后再回家 也来得及 回家之后 我们看一下地球 好 全部人在围攻 妙娃娃 那我们就是 有机会去得分 去偷 去偷分 一分钟到了 这时候与两倍得分 直接过去得分 两倍 54分 然后再回家 超梦开大 再回家 因为我们家已经没有人手了 直接开大 一个自动秒数打哪里啊 没关系 先收掉电猫 然后再收掉九尾 这个超梦想跑 往哪跑 看一下弹跳把的威力 蹦 全攻 收 看你还往哪里跑 距离游戏结束 还有一小段时间 队友在身边 我们可以再去进攻一波主塔 再去得一波分 先躲到草丛里 等队友 再看一下有没有人 没有人 队友来了 再去得分 为什么没有人 因为他们想要攻我们的主塔 对面超梦开大 对面超梦在对面家里 怕小让队友看见 我们全部都不在家 然后直接攻下主塔 反盘的局面变成被我再收两个人头 并且没有翻盘机会 好这一场比试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拿下了胜利 好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 拜拜